吴尼达 我们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 带你的关心 强烈台风 凯米过去三个小时 强度是稍稍的减弱 并且转为中度台风 而目前中心已经是离开台湾本岛 那么花莲县灾汉应变中心 25号的上午是召开了灾后的复原会议 那么是由花莲县长徐振未来主持 而凯米台风在花莲县境内 带来了高达14级的阵风 以及造成多处的路数 招牌等障碍物掉落到道路 以及部分地区的停水跟停电 也请民众非必要的时候请勿外出 那么外出的时候也务必要提高警觉 现在许中也足以听取各单位 简报追新灾况以及复原的进度 只是各进驻单位确实汇整 侠管灾损并且尽速复原 以及排除各项状况 让乡亲早日回归到正常生活 随后现在许中会并且前往中华国小校内 数字倒塌的情况 并且指示花莲部协助学校清除 也请教育处了解各校的灾损情况 全力协助校园整理工作 随后并且前往简安乡芋头田 收封香西瓜田 现在许中也进行说明 因为乡长也在这里 还有那个总盖室 总盖室 总盖室 就先听一下我们东分属 大概对于这一次的灾损的状况 然后花莲县的状况 对于我们做入哪一些的比项 我们看看有怎么样的写作 因为这次整个花莲这边的寿宅 大概主要还是热北花莲市 包含就像新城 然后吉安花莲市到寿宝那边 对大家都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跟改良厂会建议 就是农业冰那边 才用全屏向来冬岛 然后这样希望能够加速农业放出的 就是包含您拨索这边的寿宝 这种方法都会成熟 我们可以尽早 接到这些相关的建筑 嗯 好那这样就这样的后续就是请委员会 委员会还有请文友 到公所这边来配合 对对对对对 申报的赶快要申报 啊速报也要出来这样 速报 重点是速报 是要正查程序就要报 才知道前面的宿宿 早上报的就是速报 已经有报上去 对 好没有少 然后就是 就是要他们 是感染的 嗯 那个程序就是那么多了 对啊 你那个 你从所的人力要稍微 一下了 因为这次在公里的灾水 比较少 是 这次是在农省的地方 可能你那边相关水的人力 上面要加速了 今天需要表示开明台风之后 许多广告招牌隐藏风损坏 掉落或是摇摇异坠 对用路人和交通造成危险 提醒见物所有权人以及巡查的时候 并且固定高物 尤其掉落已经危险影响到交通安全部分 应该禁止排除 入屋主无法及时清除的时候 幸福先将排除可能造成危险的招牌障碍物 更多自信持续关注 发现政府官方脸书 赖官方账号 记得就会发生到